彭加木失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是一个大概率事件,业外桃谷本身具有很大的危险性,何况说罗布泊这样一个生命的禁区? 罗布泊地区,生态环境极端恶变,草本植物全部枯死。 沙漠肆虐,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融为一体。 罗布泊是一个寸草不剩的地方,被新疆人称作死亡之海,以当时的科考条件,进入这样的死亡之海考察,需要极大的业力和勇气。 彭加木失踪,其实并不太多意外,他由于寻找水源,遇上爆裂的沙城堡,单枪匹马很难存活下来。 沙漠的环境那么恶劣,那么广阔无垠,要想隐藏一具尸体可谓不非吹灰之力,沙是流动的,只要一天就可以在风的吹动下改变地貌。 而一个人的体积很小,在沙漠里面简直沧海一宿,被掩盖住后,基本上没有希望被寻找到,除非当时身体上配备现在的GPS定位系统。 否则很难定位,即使是GPS定位,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,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找到。 彭加木失踪,就是一个普遍的不幸事件,网络上有一些胡说八道的解释。 有什么天然论坛灵异论坛编造的所谓什么余配,说彭加木掉到虫洞里面,穿越了,暂且不用说宇宙中是否允许存在虫洞这种自然现象。 即使存在,将一个人安全穿越虫洞,而不被将隶属撕裂,也需要虫洞的直径至少达到时光年以上,相当于整个太阳系的直径。 小小罗不薄,可能容纳下一个如此直径的虫洞吗? 还有一些科幻小说一般的猜测,比如铁血网这样自娱自乐的网站。 胡说是彭加木的战友杀害了彭加木,更是没有依据的捕风捉影。 这些狗血的剧情,也只有斑转基因的人会相信。 总之,彭加木是一个爱国科学家,他的牺牲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。 我们既要同情,也应该尊敬,把科学家的牺牲应拉伸,倒倒灵异现象上去,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